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小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是的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看一段VCR 看看高里长是如何把里内闲置的空地绿美化 改造成到处都是美丽花园的画面 从景美捷运站出口往景兴路的方向走去 来到景东里内 光是通往先机延伸态步道的出入口就多达五条 因此不管是177项的主要入口 里长都用心地营造入口异象 而来到各条小巷弄内 也都特别设立指标 让外来的游客或是民众不再找不到路 我们先机延总共有14条步道 它先机延风景区围绕了7个里 包括我们这个木栅跟景美 总共7个里 那在我景东里内总共有五条的登山步道 那这五条登山步道 刚好又跟这个捷运交通大众系统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五条登山步道里面 很多外地来的一些学者专家 甚至登山客 喜欢上山去游气的 休闲的 这些登山人士居民 都很喜欢在我们这边进出 紧接着跟着里长的脚步 来到这位在景兴国小对面 这几百坪大的小山丘 过去竟然是一大片废弃坟墓 为了改善世人环境 里长带领当地民众 一点一滴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整顿 不但设计步道 让民众可以休闲散步健身 更用心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 还设置凉亭供民众休息 让这片闲置空地 成了大家最喜爱的小花园 我刚刚那个闲置空地那里 其实也是一个学校的家长接送区 我们建置了那个闲置空地的一个公园化之后呢 就让很多的家长以及老人家 小朋友可以在那里 多了一个可以游戏 可以休憩的一个场所 甚至老人家可以多了一个 可以聊天的一个空间 而里长光是重新改建景东里 大大小小的闲置空地 就多达八个地方 让景东里两千多户住家 多了许多能够休闲散步的后花园 欢迎回到区里大小调节目现场 高里长我们一开始 先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在我们文山区景东里 这个区块里面 那我们的地理位置是位在哪里 我们是位置在台北市南区 最南区就在文山区的景美这个区段 我们景林在县基岩这里 那它又是我们景美的商业区 那我们在民国39年以前呢 景东里其实是属于深坑乡 那后来民国39年的时候 就改制为景美镇 那在民国57年呢 又归并为台北市 所以后来一直到民国64年 就更名为景东里 那在民国79年的时候 行政区域整并的时候 就划分为景行里 景东里 新福里这三个里 那这个景东里呢 就在民国这个诊病之后呢 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所以景东里内的话 也有仙基岩 然后也有繁华的商业区 是 是 是 那我们目前的就是住户 还有人口结构是怎么样分布 是这样子 我们景东里呢 我们的整个里的面积范围 大概是0.2223公里 平方公里 那我们是交通是倚靠在 这个景新路跟景华街 这个为主 那往捷运方向来讲 就是大概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到达 我们景美的二号捷运站这边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些交通动线 比如是251的这些 什么新兴巴士公司 或者一些联合运输的 比如是搭这个10号公车 或30路 74路 284 209 或者甚至251 253 278 290 505 这些公车几乎都是在我们 这个景东里边缘的 这些公车站牌 交通非常方便 那我们地理位置 当然就刚刚有介绍到 就是说 除了我们位在这个景美商圈 那另外我们三面 其实是环抱在我们的 这个仙基岩 这个周边 那么仙基岩生态 其实非常的多样化 它空气也很新鲜 那风景也很秀丽 那如果登山 其实真的是 因为它的这个海拔高度 才144公尺 海拔144公尺而已 那非常方便一些 不管是老人 大人 小孩 都非常的容易上去 那我们上面呢 更有一个仙基岩庙 是纪念这个 传说中的旅动兵到达 到过这个仙基岩这里 所以取名着 就叫仙基岩 是 那我们除了这 呼吸新鲜空气 可以登山之外 还可以享受这个美景 跟观赏我们这个气象万千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那我们里内也没什么学校 也没什么公家机关 这些机构在我们里内 完全就是以居住跟商圈为主 所以它的特色呢 是真的是 又很舒适 然后又很方便 生活技能非常强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还有一些人文特色 包括我们军公教 这个人数就占了二分之一 在我们里内 那我们居民也都非常守法 当然就是 大家因为都是军公教人士 那可能在外面上班回来 也比较希望能够放松心情 在这个地方好好生活居住 不受打扰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景东里面 有很好的居住生活品质 是是是 生活技能非常的强 闹钟取静 然后又可以登山 是啊 那所以里长在先基岩建设这一块 就是你还有打造一个入口异象 是是是是 我们是怎么样 当初是怎么去做一个规划 这个入口异象 我的第一个刚开始的动机想法 是因为我们常在这个地方 进行出租 那时候小孩刚好还在读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 我小孩非常独立 他不要我送他去上学 他自己可以去上学 那居民也 我们那些邻居 大家好朋友非常的 感情非常好 常常都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忙 但是呢 因为我在学校也从事一些志工服务 甚至后来也是做学校的会长 那我常常有感而发 就看到我们孩子们那么小 每天进行出处看到这些环境边坡 闲置的有非常多的垃圾 这是我非常感慨的地方 我是认为说小朋友去学校上课 读了学校那么多的知识课本 在老师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良好教育环境之下 去熏陶他 可是我们外在的环境 并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教本教材 所以我有感而发 我就认为说我们的居民应该自己要动手 要去改变我们的现貌现况 不要让我们孩子 从小就被这样一个脏乱的环境给熏陶 他将来长大了 释放出来的东西不是好的 而是负面东西 那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启蒙 让我感受到我必须要点这个火苗 带动我们所有的这些志工一起共襄盛举 让这个环境能够共同来营造改造 变成一个非常棒非常优质的一个登山路口 甚至这边坡居住这些闲置空地 让这些垃圾都不见了 那我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 那我们也都一一突破 那我们这些所有跟我们一起动手做 挑着扁担 然后拎着水 拿着铲子锄头 一起做这个 入口意向的这些志工们 这些闲置空地的 一起带动一起做这些志工们 非常热心 然后一起跟我们投入这个营造过程当中 不管是有一些闲杂人 或者一些原有的占用人来这边抗议 或者一些来 就是说来跟我们要东要西 或者来争取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当然都一一去跟它沟通 也一一突破 那也都感谢我们这些所有的志工 它打造 入口意向打造前后有什么差别吗 打造之前它是一个 比如是有一些坟墓的迁徙之后的一些墓碑 一些墓基都在原地 并没有清除掉 还有一些砖块 还有甚至可能有人的名字 的那个墓碑就在那个上面 不管横躺或者平躺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垃圾 还有一些我们过去可能在施工的当中 丢弃的一些废土 废料 都在这些闲置空地上面 那当然还有一些占用的问题 的排除或者说 所以打造过后完全整个都不一样 对 那我们就带动志工 几十人这样子 每个月就挑了真的是几十车的垃圾 那我们当然也很感谢清潔队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配合我们这个社区的改造 这个清理 真的是非常 他们清潔队非常辛苦 我们景美分队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对 那李长 像那个景星国小对面 原本是有一块很大的一个荒废的空地 你怎么样把它改造成像花园一样 这个就是因为景星国小对面这一块公园绿地 其实它刚好就在景星国小的正对门 那我刚刚就回到刚刚所讲 这个就是我有感而发 我觉得孩子们每天在学校学到东西 出来看的完全跟课本是两码之四 完全不同的一个面貌 那我们如何能够跟这个理论跟实际能够有所结合 这个就要靠我们社区志工大家带动一起把它做一些改造 那这个环境原本就是坟墓区 它因为牵了坟墓之后很多的废基墓基都在这个上面 还有种菜的还有很多的垃圾 甚至的废寒管也都在这个上面 那它是用一个那种建筑用的那种废弃的那种围离围起来 炸草丛生 那我们居民其实大家有的甚至不守规矩的乱丢垃圾 这些坏习惯的这些居民 那些小撮的人常会吃的东西就丢到旁边去 不管是塑胶袋 铝箔包 或者说一些脏乱无比的这种 这种塑料类的东西瓶瓶罐罐都丢到里面去 甚至还有家用垃圾 就变成一个垃圾山 那个里面就像一个垃圾山一样 所以我们清了几十车的垃圾 那我们也真的很感谢这些志工们 大家这样的来帮忙配合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带动 所以有很多以前没有出来这些社区居民 他们也很开心 然后也投入的一起跟我讲说 里长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做 那我们每次在当商贴公告说 要来做环境大扫除的时候 他们就一不容辞 甚至把小孩子 国中小的小朋友都一起带着出来 一起帮我们做环境的大扫除 跟绿美化的一个改造 因为绿美化改造必须要先除草 捡垃圾 然后甚至再规划设计 到一直把这些绿草 这个植物 这个花花草草 整个片植在这个土地上面 那我们就是经过这样一花一草一木 这样子种植在这个公园的上面 所以每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社区居民 我相信他都烙印在脑海里面 这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很好的回忆 这个我们就像一根蜡烛一样点燃了 那周边大家就会跟着一起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感染这些周边的居民 感染一些周边的人一同来改造 提升我们整体的居住环境品质 还有我们整个仙基岩的这样子一个非常好 又生态又优质的一个环境 因为它的多样化真的让我们所有去过山上的人都感受到 哇 仙基岩真的很棒 它非常人文 非常的生态 也没有经过什么破坏的改造 这个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些志工们 大家一起的努力 也感谢我们这些居民的一起爱护 是 刚才高里长聊到很多我们景东里 就是大家用一草一木一点一粒的方式 用心把里内八个闲置空地 范围很大也有办法打造像花园一样 我想光是维护就很不简单了 把景东里打造成一个绿意盎然的社区 那么在下一段的节目内容当中 我们会更深入的和里长来聊聊 里内是如何推动环保资源回收的理念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过马路 不当低头足 脚步快一点 安全多一点 车上路 人快步 生命有保固 爸爸 这是我要送你的礼物 我们一起去走走吧 爸 医疗用电动代步车 要在人行道上使用才对哦 那没有人行道呢 要靠边行走啊 爸 过马路也要记得走行人穿越道哦 以后可以自己出去了 对啊 欢迎回到距离大小调节目现场 在里长谈话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 景东里用心打造环保社区 获得环保局评比为资源回收第一名的画面 景东里环保志工 出发 景东里高峰前里长常常带领社区内的环保志工 挨家挨户去宣导分类回收的观念 像是里内的水电行门口 就放置日光灯的回收站 还有摩托车店里各式各样的空瓶 电器类用品或是轮胎等零件 都会特别的分类做回收 相当值得店家多多学习 那我觉得他们的分类也做得非常好 他们的瓶瓶罐罐 还有一些电线类的轮胎类 他们会知道怎么去把它做分类 而不是把它当垃圾去丢到垃圾车 这个在观念上面来讲 已经帮我们减少了很多的垃圾量 对地球真的多爱一点 因为想为了下一代 你一定要做好分类 那从很早很早之前 我就有开始再做分类 文湘区景东里不止店家回收设施完善 还特别福岛里内六个回收站 一起推动资源回收 并且定期提报回收量 再加上景东里环保志工队 每天一定要到社区里 帮忙做分类回收的工作 让里内充满环保行动力的精神 我们里长带领的这个林长宣导 让我们这个环保志工成立以后 怎么去做环保 怎么分类 怎么回收 怎么讲解 让我们大家都了解 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反而很开心 因为我们社区为了保护地区 我们的社区每天都在做资源回收 把这个地区保护好 就是对全世界的人都很好 景东里高峰前里长 更在里班公处设置二手书库 把李明家里回收来的旧书 摆到书架上 提供给民众阅读 并且延长使用年限 而这里也常常会有李明 互相交换书籍 让纸本上的知识 能够有重新再次传递的机会 然后让大家自己来阅读的时候 要借书他们自己去登录 那要还书他们自己也回来登录 这样一个paper给大家来提供 让大家也可以方便 就是一个DIY的这样一个活动方式 志工们平常更会把分类回收来的宣传单 贴在各社区的布告栏里做宣导 而景东里在里长和环保志工队的努力之下 平常一点一滴用心推动环保理念 因此也获得环保局102年度 资源回收评比的第一名 展现平常推行的成果 景东里环保志工 得比较 高理长我们刚才在VCR的画面有看到 不管我们景东里很多的机车行的店家 或者是水电行的店家 他们都很用心的去推动资源回收 那你平常是怎么样的在社区里面 跟这些店家来做沟通 推广资源回收的理念 其实我是认为说跟这些店家的互动 就是要以诚心诚意 去跟他们做一些互动 把他们当自己的朋友 因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我们社区里面 那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朋友 本来也都是我们的邻居 所以我是认为说跟他们的互动 其实就是用朋友的跟家人的方式 去关心他们 关心他们的生意 关心他们在那里安不安全 甚至我们因为我们的居民 我们社区里面的乡亲 其实每天进进出出 一定会经过他们那些地方 那他们那边是最能够 让我们社区居民感受到 是不是安全是不是舒适 那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以诚来相待 那很多我们的店家朋友老板 不管是老板员工 其实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们有一些什么政策的宣导 其实我们也都 请他们帮我们做一个分身来落实 那尤其在环保资源这一块来讲 其实现在政府不管是我们政府也好 或者全球性每一个国家 其实都在推这个节能减碳的一个落实政策 因为地球不断的暖化 没错 这个温度不断提升 那尤其现在你看像北京那边 那个阴霾那么严重 对啊 霾害很严重 这些霾害其实你不要说它只是涵盖 在北京这些范围或中国大陆的范围 它是经过空气会吹到我们这边来 那我们常常有时候不是说 那个沙尘暴 沙尘暴 黄沙滚滚 车停在外面玻璃都黄黄的 汽车都黄黄的 就让我们感受到 怎么好像支气管不舒服 喉咙不舒服 有咳嗽 为什么过敏源那么多 其实这些都是跟环境有关系 跟我们的节能减碳的这些策略 有没有落实有影响很大的层面 所以李长妮的 我们在景东里内的资源回收 是怎么样去落实去推广 那我们当然就是 因为这样一个因素 我就用这样的一个 一些实际发生的一些案例 去跟这些店家去跟他们沟通 那他们就能够听得懂 我们跟他讲的这些 延伸出来的一些缘由 这些动机 那当然我们就开始去推 这个资源回收的落实 你唯有把资源回收 做一些分类落实 然后配合环保局的一些政策 其实我们现在环保署 都有一些环保规章 鼓励大家去买一些 节能减碳的一些 不管是家庭用品 或者说生活用品 食材这些东西 都是在配合这个环保署 我们现在推的这个节能标章 这个落实这个低碳社区 低碳饮食 那我们请这店家 你帮我们一起来推 比如是少油少糖少盐 这些健康饮食啊 让人体能够环保啊 或者甚至就是 请店家尽量都进一些 有节能标章这些家电用品 让这些社区居民 能够实际在生活上面落实 让它的效能几率能够提升 然后就是说达到它的一个指标嘛 落实这个响应政府的一个策略指标 甚至我们还跟社区 大型的社区合作嘛 就是说有推一些 就是资源回收站 对 没错 没错 那我们资源回收站 我们有六个资源回收站 都是在我们这些大型的社区里面 那其实这平常 我们就是跟社区主委啊 警卫他们 警卫这些大哥大姐 他们一起共同来配合 让这些资源回收站 如何能够达到它的效能 其实就是 为什么要推这个资源回收站 因为我们社区居民 常常都为了丢垃圾 大老远可能跑很远 有时候觉得懒了 然后就丢在旁边 那就造成这个垃圾 落地的问题了嘛 就违反了这个政府的 这个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那又得要接收一张罚单 对它的口袋来讲 又是一笔损失 那我想我讲这个应该 大家可以体会到 没错 没错 那所以我们就鼓励 社区主委 跟社区管理委员会 一起共同来推 这个资源回收站 让社区居民 能够就近丢垃圾 让大家方便 然后我们自工作 资源回收分类的时候 也很方便很轻松 当然就是有些过程当中 还是需要社区居民 大家共同来配合 让我们这个 落实这个资源分类的同时 能够把这个 环保局跟环保署 推的资源回收站的 这种一个政策 能够达到它 一个指标性的一个 这个数字跟效能 让社区居民感觉到 真的方便耶 他不用跑很远 而且真的 还有人帮我们做这些工作 真的我们很感谢 要抱着一种感恩的心 让社区居民感受到 别人在帮你 你也要帮他们 这是一种互惠 互相感谢 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 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 大家感情 也会变得很融洽 变得很好 居民本来在一块 除了你的小孩或家人之外 其实离你最近的 就是这些社区周边的 这些邻居们 他就像我们自己的手足 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父母亲 或者兄弟姐妹一样的 远水救不了近火 生活在这个环境很重要 生活在这个社区里面 这些每一个 跟我们每天见面的 每天生活在周边的 这些居民邻居 才是我们真的 最重要的伙伴 跟我们的亲人 我一直认为是这样的 对 李长 那像我们担任李长 也八年的时间了 对 八年 时间也是有一段时间 蛮长的 八年的时间 那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 比较深刻或难忘的一些 服务的一些案例呢 难忘的事情当然会很多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像我们社区 我们在景星路153巷 我们有一个号称 这个香港吊井岭的 这样一个老农民 这个退休农民 他们居住的一个聚落 我们自己号称它是老旧聚落 那这个老旧聚落里面呢 有一些老先生老伯伯老妈妈们 其实很多都是独居的老人家 那结婚的可能不多 那他能够结婚 表示他其实还不错 可是呢往往还有一些没有办法结婚的 因为他可能他经济能力 条件各方面 不允许他去多照顾 这个一些经济开销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就宁可独居 那他独居另外一方面可能觉得比较自在 觉得比较自在 那他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在担任里长期间的初期 我就发现我们很多老伯伯都需要 外面去资源照顾 关心关怀 甚至在居家安全跟居家这个 经济条件各方面来讲都是不足的 那其中这个老伯伯呢 就是他我去到他家 家坊之后我才发现 他家里面没有厕所 没有厨房 卫浴设备什么都没有 然后水还是跟隔壁邻居去饮水 接水过来用的 店也是跟隔壁邻居接电过来用的 那我看到这样我就觉得心里很感慨 居然我们台北市里面 连个厕所没有 连个窗户 玻璃窗户都没有 然后用个木板 纸板 去当窗户的那个玻璃遮风避雨 这样子 让我感慨万千 那后来我就 在这过程当中 就不断去介入关心 然后去帮他 比如是一些老人居家 安全的辅助器材 甚至帮他做马桶 洗手台 厨房 这玻璃整个窗户门 全部都帮他去做一个改造 让他在这个屋子里面居住安全 那当他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那这个八年当中 其实我 包括我的小孩 我的儿子去一起陪着我一起照顾他 那他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温暖跟温情 他就把我们自己当他的家人一样 那么李长 那最后就是跟我们说 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说 未来在我们景东里这一块 你会有什么一些建设 或者是一些规划吗 那我想我们对这个社区来讲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服务品质 能够满足化 那我们的整个生活的素质 也能够优质化 那对我们的一些 巷道巷弄能够公圆化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这个巷道的 林营的一个香榭化 那我们对我们的社区和谐 也能够做一些 让他落实温暖化 这个是我十大的一个理念 包括就是说这个 居民的一个治安能够安全化 还有甚至我们的社区居民 能够康健化 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大家健康了 心情就愉快了 愉快了大家谈笑丰生 就会很和谐很温暖很温馨 家庭就不会有什么暴力的问题 甚至治安上面发生一些 危害社区危害社会的问题发生 尤其这个小朋友 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 看到家人是这么温馨 这么和谐和蔼 他将来出来到社会上 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去回馈这个社会 那我们也希望那个电线电缆 能够地下化 我们的文化能够建设在多元化 这个都是我们在一个住家 周围的一个绿美化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不断提升 不断去改造 甚至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 现在目前所做的这些闲置空地 做一些绿美化 甚至公园化的这些点 将来变成我们的线 变成我们的面 在我当初上任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有用这样一个方式 在规划整个景东里 我们用点线面来做 那我现在点已经做出来了 当然还有一些可能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那可是呢 我是认为说 我们真的是需要时间 因为有一些问题是需要 透过一些法律途径 或者甚至就是公部门 给我们一些帮助帮忙 来一起推动的 尤其在这个裁员方面来讲 因为政府有政府的一些 财力的规划 跟它的预算编列 我们没有办法一处计程 因为要配合这个政府 本身的一个法规 还有它的预算 来一起共同来推 那当然社区居民给我们支持 才是我们最大推动这个推手 是的 就今天呢 在节目上和高里长聊完之后 真的觉得当里长很不简单 要带动文化社区 变得更加有特色 除了跟李明志工一起努力之外 背后最大的工程 其实就是里长了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景东里的高凤千里长的到来 谢谢里长 谢谢 同时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趋里大小调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